朗纳德加盟东霞 哪怕是在失败情况之下 外界封平 我感觉多少会比杜兰特宽容 因为我又不是MVP 我败给东霞 我又是在首轮 而且东霞呢 他这个冬季棋 人家也不是两届MVP 这也不是一直连续两年闯进主演赛的球队 所以呢 我去东霞辅佐东霞 或者咱俩携手组队呢 外界封平多少相对可控 但是对于朗纳德而言 也不是上加选择 最理想 今年几败东霞之后 转而投奔东霞 那这我完全名正言 所以我去了 甚至直接能踩到东霞棋头上 当这支球队 起码是现阶段的球队老大 因为东霞棋 你仔细一看 如果今年倒在首轮 那不就是连续两年首轮游吗 那不就是东首轮吗 你长桂赛你有什么成就 你有一阵呢 我还有呢 你有MVP吗 你也没有 我有总决赛 老大冠军呢 你咱俩谁说上军呢 未来是你的 那到时候加盟东霞之后 这一句话送给东霞 写个纸条 对不对 未来是你的 言外之一 现在是我的 我来了就要说上军 朗纳德 所以今年一旦说 快船击败了东霞挺进 之后啊 就算败了 朗纳德我感觉 理想去除 加盟东霞 跟东基奇携手 东基有大冲管 朗纳德是个中军人 立败洒气 这一段组合不就效仿了未曾想象的战斗之间的联手吗 有点像 说不定挺好 所以 朗纳德今年如果第一轮设想过滚 接下来甭管倒哪 下一年最好出路 加盟达拉斯 跟东基奇携手 东基奇给自己当小弟 能够拼得一片未来 那就绝配 我感觉他俩这时候携手的话 以目前情况来看 波尔金基斯就算送走 没人能打 如果他俩携手的话 确实是一组绝配 基本上联系当中的 无除其右 你说其他哪个能斗得过他俩 这个年龄结构理想无比 卢卡中奇20出点头 未来有大好前途 而且有东基奇的基本面支撑 莱安纳德他这个责任重担 降低了我了 他不需要乱七八糟 什么我参与组织 首发这种当中 我还合计什么 那个龙多和贝福利 他俩谁首发的问题 那些如何如何 他俩真说携手的话 一切妥当 一切妥当 就无解存在 基本上 他俩要啥要啥 这一堆大当 比跟保罗乔治绑到一块 两个这个四处乱撞的肌肉棒子 搁一块 拼不出一个未来的 对不对 你得交给东西嘛 而且自己跟东西携手 现阶段的 我年龄上压制的 资历上 我比你更加充分 攻减呢 我这往给人带来的冲击力又更强烈 对不对 就好像当年看杜兰特那种便宜一样 杜兰特当然 还不如拉纳德有便宜 因为拉纳德呢 他荣誉啊 资力啊 分量啊 现阶段联盟省望啊 都高于东西 我关键时刻呢 我还中距离力会儿 给观众留下印象更加深刻 外界一谈呢 哎 关键时刻中距离单打都指望着拉纳德 拉纳德成为了这个真正核心了 最终争夺总权MVP呢 也有可能更加有利 因为对方不会加击拉纳德的 加你干啥 你主要是防东西 东西是真正核心嘛 战术核心嘛 大量这个防守策略啊 都往东西集深圣思架 拉纳德一举呢 还能拿一个总权MVP啊